民众晚上开车真的要很小心 20号晚间7点多泰玛里香 台九线384.5公里处 发生一起交车和大货车的插状事故 警方到现场了解 往北行驶的大货车 越过双黄线要回转 南下轿车闪避不及插状大货车之后 整台车摔到一旁水沟 造成车体严重毁损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从外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轿车卡在水沟 后照镜都被撞断 20日晚间7点多 泰玛里香台九线384.5公里处 南下车道 发生一起轿车与大货车擦撞事故 事发当下附近民众都听到 刹车针与大力的撞击声 我不晓得看看人家掉了 碰一下就出来看 事故后警方立即到场 进行交通管制及事故调查 根据警方现场初步了解 在北上车道大货车 要越过双黄线回转 地面上还留有轮胎痕 而南下轿车因闪避不及 擦撞大货车后 整车摔到一旁水沟 造成车体严重损毁 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待警方历清 昨二十日十九时许 大五分局呼吁驾驶人请遵守交通规则 误超速双黄线回转或任意变换车道等违规行为 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二五分局呼吁驾驶人请遵守交通规则 误超速双黄线回转或任意变换车道等违规行为 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就讲解太马里想不到